1969年生的,我自己是纪念生的 24岁的时候,就是24年 我遇到脑受伤,遇到意外 失去半个脑,失忆,完全失忆 我得重活另外一条命 整人容七次 还有我需要砍我的脚,拉长寸半 我在新加坡虽然我读多两个文凭 可是很难加入社会 到现在还没有工作 可是我上一个课程要做物理治疗 请问你,我怎么样才可以 变成一个社会的贡献者 你鸡几年属什么? 1969年鸡年属鸡的 怪不得了 什么呢? 你有牵盼,就是你挂爱太多 你这个鸡啊 整个就在这个鸡笼子里出不来 但是你的头一直从鸡笼子里往外伸 所以你就是说很多机会 但是你都做不到 对不对啊 对 台长告诉你,你的智慧不开 曾经有一个公司对你很好 想要你的 你讲话太多 你有些话不应该讲的 你也讲 人家把你当成脑子有问题 你听得懂吗? 你捧逢人就说 我脑子不好 我脑子这个地方 你逢人就说 我脑子的半边是面粉 右半边是水 我头一晃就变江湖了 你不能讲的 听得懂吗? 懂了 你其实现在的脑 恢复应该很好 我看已经至少到65%了 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有什么问题啊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只要对人家善良一点 对人家好一点啊 你不要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啊 你是有才华的人啊 你应该在年轻的时候 在没有生这个病之前 你很顺利 你知道吗? 对 我 鼓掌 我得到总统徽章 突击对军官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 你还能再恢复 你现在几岁啊? 48 我看一看啊 你真正的运程要超过49年 你的生日之后 三个月 你开始转运 你可以一直到66 这几年都会有运程的 谢谢 但是问题 你现在想早一点 我就劝你多念经 而且不要吃活的海鲜 好 谢谢 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的 你知道你吃了太多活的海鲜 你还有一个致命伤 你知道吗? 是什么呢? 好色 你不要难为情 这是很正常 但是问题必须要改 一个有事业的男人 不能好色 听得懂吗? 是吗? 我跟你讲了 你谈过很多 你开始事业很顺利的时候 人家女孩子来了 你说哈哈 来者不拒 我告诉你会伤精神的 对不对啊? 自古皇帝哪一个活得长的 太多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我讲话 你好好听着 没有人肯讲你们这些话的 只有我 冒着被你们骂的危险 听得懂了吗? 嗯 我告诉你 你最后的 59之后的6年 这是你的黄金时段 你可以改变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婚姻 我讲话 你听得懂了吗? 嗯 你像你这种人 做个supervisor 那是个很小的事情啊 你做个manager 都是个很小的事情啊 你现在脑子 一点都没有差 思维很正常 只是你想不通 为什么让我得到这种病 为什么让我在生命 点巅峰的时候 突然之间这样 我告诉你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人一辈子不会永远顺利 人一辈子也不会永远不顺利 对 谢谢 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我说对不对了 对 好了 好好睡你的觉 不要晚上睡不着 曾经坐过很大的位置 现在一下子放不下 还有什么问题啊 好 有一个女士叫我帮她问 那女儿 1999年生的 是兔年生的 她的女儿 小人下半身塌患 不能控制她尿 你的女儿啊 不是 一个女士叫我帮忙她问 就帮忙看一看 帮忙问 几几年的啦 99年的 她问需要 烧多少个小屋 和 给多少 放生多少 她要她数字啊 大家听到了啊 以后全部改成小屋 你们一天念 多少张小屋啊 那么 还老屋呢 小房子 小房子 其实呢 最重要的讲要 经文组合 是最好听的 人家叫小房子 已经叫了这样 改改不过来了 你以为你说小屋 大家都改了叫小屋啊 小房子 她几几年 属什么的啊 99年 属兔的 小女孩是吧 对啊 哎呦 哎呦 脑子出问题 有点像唐氏综合症一样 不会讲话 还不太会讲话 哎呦 叫她赶快许愿啦 身上有两个大灵性啊 明白吗 明白 她这个病医生 很难看好的 嗯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叫她赶快念 小房子大概要 680张 680 哎 叫她放声 叫她许愿 不能吃活的了 嗯 好吧 其他的没什么 这孩子现在身身身身身体增长还是可以的就是脑子不行 她妈怎么认识你的啦 她跑来找我帮忙她 是吧 她很积极 人家为什么会找你呢 因为可能我的脸发光 你看看看 改不了的 大家听到了吗 哎呦 我的桃花盛开 哎呦 你倒蛮有信心的嘛 好不好啊 其他没什么 像他这种应该做个总经理没有问题的 就是要对人好一点 不要太精 有时候精过头了 人家反而会看见你防备 一个人不要太精 随缘一点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好做人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可以问帮我朋友问她的女儿吗 多一个 你准备问几个啊 只有一个 后面还有很多了 一个人 还有啊 你问吧 说吧 好 我的女 我朋友的女儿 她 我朋友要问她可否有什么 零 已经在她身上 死到她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 还没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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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在家里 在家里 对 要念多少张小屋 对 小房子 或者怎么样 几几年属什么的啦 四十多岁了 她是龙年 我朋友说是龙年生的 不好意思啦 我告诉你啊 她调过孩子太多了 她应该婚姻现在非常不好 应该没有了 你叫她如果硬要婚姻的话 求来的可能也是冤结啊 会一直打架的 明白了吗 叫她好好念姐姐奏 然后念八十七张小屋 小房子 然后呢 叫她好好地念念往生奏 往生奏 往生奏 她过去性格比较坚强 得罪了很多人 叫她好好地放下 没什么大问题的 好不好啊 好 这样我需要 你说叫她随缘 随缘 她命更当中有一个男的 脸比较大的 年纪比她大 大概十几岁 你问问她能不能接受 不戴眼镜的 以后蛮喜欢她的 反正不是你 她否则又想了 那的桃花又盛开 又要么又盛开 好了 这样我需要念多少小房子 还有放生多少呢 小房子叫她念八十七张呀 放生叫她放两百八十条 就可以了 好吧 我呢 你呀 你现在想求什么 我求要成为一个社会的 好的贡献者 可以帮助提高社会的生命 你有一个朋友 现在做得挺好 你过去跟他关系很好 现在不大跟他来往了 你过一段时间 过年的时候 看看他 跟他聊聊你的情况 他明年会帮你 帮你的话 你可能会到政府部门去工作 谢谢 你现在自己脑子里一想 你就知道是谁了 知道了 谢谢你 知道了吧 鼓掌